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政黨的選擇 民眾黨 哇好熱鬧啊 今天是立委選舉開放登記第一天 台北市長柯文哲早上沒有嗡嗡嗡 特地請假陪同民眾黨區域立委參選人 蔡宜芳、張信松、朱澤生等人 到北市選委會門口造勢 可是民眾黨首次征戰國會 柯市長又有多少信息呢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都是全力以赴 從2014、2018 我每次都有免疫做的人 像一日雙台 一日雙台很困難 怎麼可能對不對 但是很多東西就是 我們就是全力以赴 去爭取成功 看來柯市長面對選情 越來越謹慎啊 而且在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宣布第五度參選總統之後 親民黨來勢洶洶 這是度我逼近民眾黨 成為第三勢力的態勢喔 49台看到56台 你不選總統的時候 那很明顯聲量就下降 會不會擔心 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民眾黨這邊的聲量 會被親民黨的超越 那就是我們每天要去 努力的地方 還是那一句話 創新是唯一的出路 特別對資源比較少的政黨 你就不斷來想創新 看怎麼去 去尋求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每天在 每天在實驗室裡面 研發原子彈就是這樣 那原子彈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沒研發出來 每天繼續研發 有比較大的原子彈 有比較小的原子彈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柯文哲說會在周全公布 是於名單細節補遠透露 可是被問到藍綠兩大黨內鬥的問題 柯市長好像就打開了畫匣 講完了國民黨還不夠 講完了國民黨還不夠 不忘點評民進黨總統大選 最強組合蔡萊佩 蔡萊佩我自己的評估 是沒有加分也沒有破分 其實就是走安全的路 會拉到一點獨派的票 但是也會撕掉一些歸心系的票 就是說你們這樣殺完以後 也是假裝笑容也接納他 那我拜託大家判變了 每次就忍不住要問小英總農 你的台灣價值是什麼